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狼2已经40亿 这也是吴京 在中国电影史上隆重的一笔 迄今为止可能再也没有导演 能超越战狼2 但或许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周星驰 周星驰这三个字只要出现在电影里 就会有票房担当 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是周星驰 其实周星驰和吴京两个人 对电影的态度惊人的一致 都是对电影有着完美的追求 竭尽尽全 立开设好每一部电影 这也是备受观众尊重的原因 虽然战狼2的40亿票房超越美人鱼 但是周星驰非常大多地祝福了吴京 吴京也表示了感谢 徐征导演也发微博祝福吴京 其实 这些荣誉都是吴京英德的 拍摄影片的艰辛 身心的疲惫 200多天的日日夜夜 做成了这样一部高质量爱国主义影片 周星驰表示自己也是包场看的《战狼2》 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说战狼2超 越美人鱼是十之名归 虽然喜剧之王的话不多 但这句扎心 中国的元素有太多的可以拿来做成电影 而今中国的这块市场 也是别国的捞钱之地 好莱坞电影只要为了增加中国票房 会在中国选一些演员来参演 但也只是戏份很少 甚至还会有辱华的角色 我们中国电影已经崛起 《战狼2》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我们也能拍出足以片美好莱坞的大片 不过他们的只是电脑做作的特效 而我们的却是真实的特效 周星驰和吴京都是我的偶像 两个对电影异常真诚的人 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偶像的出现 周星驰亦如是 吴京亦如是 吴京就是这个时代军人的缩影 这许多因素归结在一起 才有吴京的航空出世 因为吴京已经站在了中国电影 《精华》的肩膀上 王浩信李佳新闻道上传 《无限曲》即采过节昨晚 十二日 开始播出第二季 客串的朱千雪终于登场 饰演王浩信前度女友的千雪碧碧 虽然同王浩信同一间餐厅食饭 但同场不相见 原来浩信同李佳新 安理 食饭时 千雪碧碧就同饰演 区男友的宅威连隔离四撑四脚 蔡思被饰演的天姐 上桌浩信屋起帮她增加日用品 听到她同佳新 入屋后即刻腻在床下底 浩信除山后 安理就主动 现吻 二人举刀上床 思被逆床下底见到了母 搞得眼嘴痛哭呀 此外 还为脸向朱千雪求婚 朱千雪都答应 但竟然之后被她重遇王浩信 浩信重化二人冒建十二年 拦住千雪叫曲无好走邓赵尊 同时拥有三位女友闲 做妻人之福 没自由不享受邓赵尊 最近付出目前 对邓家被指钢业三亿成功出售 父亲邓永祥 喜马失增的储留香酒楼物业 他说套现后用来还贷款 至于父亲的遗产 现金全放在他们四兄妹共用的户口 他自言没用这笔阿公钱 因为他有做投资 花费又不大 花大钱的都是身边人 他负责找数而已 就连开蜡跑代名表 都是细老邓赵荣买给他一起用 至于家世 特别 他们四兄妹跟母亲的家世 不时闹出新闻 赵尊承认他们是爱生世家庭 对于同时拥有三位女友 被封现代为小宝 她则为只有极少的自由库并不享受 并直言不会结婚生仔 关芝林放下女神形象 示范房狼鼠 54岁的东林女神 关芝林首都参演的内地真人 遭我们来了 引来不俗 回想 芝芝在且放下优雅的形象 玩游戏时毫不牺牲 于刚播映的新一集里 还亲身是范房狼鼠 将男演员狠狠摔落地 而助言有数的芝芝 在节目中美丽的脸蛋完全不逊 与台湾女神陈妍希 关芝林自从2006年拍完电影 做头后变西影 现实只出席品牌活动 芝芝近日竟集自动 终以天价四千万元酬劳 演出内地真人 遭我们来了第二季 在前晚播出的第二集节目中 只见芝芝跟宋倩 陈妍希 汪涵及吴秀波等 一起到了中国国家女子柔道队训练场地 更会安排跟国家女子柔道代表队切瘋一番 芝芝一出场击败了乌龙 当大家换好柔道服时 她却发现自己的柔道服竟然穿错了 其后芝芝主动向奥运金牌得主杨秀丽 倾驾防蓝术 此时两队队长汪涵与吴秀波表示 想帮忙示范 最后芝芝来一招过肩 摔把汪涵成功摔落地 芝芝还随即展示出满足的笑容 其后芝芝又换上米芝连式的柔道服 大玩障碍赛游戏 尽管被敌队的队员不停拉扯 她也表现淡定 更成功赢得一分 此外 节目尾声安排了一众女嘉宾 换上晚装 于长城型Catwalk 穿上淡雅黑白 相见长裙的芝芝展示雍容华贵的一面 女神的气血咽压全场 芝芝更全眉架子 亲自指导集市饭猫部 交柔道队的王楠航Catwalk 直撬门 令王楠大为感激 面对这位东林美女 汪涵与吴秀波也经不住赞叹 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是个奇迹 芝芝经自首度参养真人骚 却完全没有怯场 还跟一众女生打成一片 跟着大家称她为阿关 芝芝昨日一于微博分享多张相片 当中有跟台湾女神陈妍希的合照 纵然芝芝年纪54岁 但她著言无数 眉毛跟陈妍希不相伯仲 另外 芝芝早前接受内地媒体访问 谈到决定参加真人骚的心路历程 她坦言事先要做足功课 眼见不少艺人参与这节目玩得很开心 自己也放心参与 更笑颜可以顺道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 及认识新朋友 芝芝又直言不担心玩真人发游戏会影响形象 反而怕跟后辈加不来 芝芝在访问中表示 如今很享受当老板 反而对演戏兴趣不大 这又跟自己的性格不无关系 她为 其实我不明白怎样演戏 而且我很怕丑 但做这行需要带粗粗 所以我其实不适合这一性 邓赵尊同时拥有三位女友 贤做妻人之福 没自由不享受 邓赵尊最近付出目前 对邓家被指钢尼三亿成功出售父亲邓永祥 西马施增的储留乡酒楼物业 他说套现后用来还贷款 至于父亲的遗产 现金全放在他们四兄妹共用的户口 他自言没用这笔阿公钱 因为他有做投资 花费又不大 花大钱的都是身边人 他负责找寿而已 就连开蜡泡代名表 都是细老邓赵龙买给他一起用 至于家世 特别 他们四兄妹跟母亲的家世 不时闹出新闻 赵尊承认他们是爱生世家庭 对于同时拥有三位女友 被封现代为小宝 他则为只有极少的自由库 并不享受 并直言不会结婚生仔 남国家 两位女友 决定 我说 我说 李 李 李